以色列国防军再度释出轰炸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影片 不过这一波波攻击导致一名老妇人和三名孩童不幸丧命 对此真主党开枪这是违反交战规则 要以色列付出代价 以色列的空袭警报也再度响起 以色列全国警戒因为哈马斯的侧翼卡萨姆里宣称 从黎巴嫩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16枚火箭弹 以离边境局势持续升温 不只有大量以军坦克聚集在边境 为了加强贺阻力道 美国罕见公布了这张照片显示 美军二海尔级巡弋飞弹核潜艇 已经抵达埃及开罗东北部的苏伊士运河 根据CNN报导这艘潜艇可以配备154枚战斧飞弹 数量比巡异飞弹驱逐舰多出50% 更是美国海军最新攻击型潜艇的4倍 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来乱 而由伊朗支持的燕门青年运动 在上周发射弹道飞弹 攻击以色列南部遭乙军拦截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是在地球大气层外 就成功拦截这枚飞弹 也就是说 这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太空战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